来看最新消息 太阳花学运在昨天晚间退场之后 只剩下台教会蔡丁贵所率领的上百名台独抗议民众 在立法院的大门口死守 而今天清晨将近七点钟的时候 警方突然展开了驱离行动 把民众一一的抬离 而不愿意离开的民众跟警方爆发了推济冲突 蔡丁贵在被抬离现场之后 过了不久 她突然就冲到了中山南路的车道 跟机车擦撞倒地 一度没有意识 后来被紧急送医 再来看 这次太阳花学运是成功引起了社会 对两岸服贸协议的关心 不过听障朋友对于服贸还是有不清楚的地方 我们来看看听障朋友的疑问 最近两岸服贸协议引起很多争议 我对服贸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有个疑问 就是关于手语翻译 因为我看到手语翻译好像有在服贸协议内 但是中国和台湾的手语不一样 为什么会把手语翻译放到服贸协议里面呢 这是我的疑问 的确服贸协议里头有开放翻译服务业 我们先来看看条文 将允许大陆来台 以独资、合资、合伙 以及设立分公司等形式设立商业据点 提供翻译及传译服务 不过经济部商业司解释 这次开放的是商业翻译服务 目前手语翻译在台湾是属于社会福利 所以没有包括在里面 再加上服贸并没有开放中国劳工来台 所以听障朋友不用担心 会有中国的手语翻译员过来